朱婷不归队原因曝光,本人倾城放弃两项大赛,蔡斌默许,带队出战。 中国女排巨星朱婷通过社交媒体向外界公布了一条重磅消息,那就是今年不会回归国家队了,提前放弃巴黎奥运会预选赛和杭州亚运会两项大赛,这直接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,承诺许久的朱婷终于确认了今年不会回国家队了。 近段时间,朱婷受到了很多质疑,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质疑朱婷为何不回中国女排,究竟是自己不想回去,还是有人不想让朱婷回去,而朱婷一直都没有做出回应,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很多谣言,甚至还有消息称朱婷已经移民欧洲了。 此前,朱婷去香港检查手腕,在彭路的安排下,还参加了好友姚迪的生日派对,当时不少人都对朱婷提出了质疑,认为朱婷有时间在外面游玩,都不愿意回到国家队,甚至还有人称朱婷和主教练蔡斌有矛盾,一连串的质疑生压的朱婷喘不过气来。 在这种情况下,朱婷终于做出了表态,虽然没有明说,但也向外界透露了很多信息。 朱婷明确表示,自己在北轮专程看望了教练和队友,也向蔡斌指导汇报了自己的恢复情况,近期还将前往西班牙跟医生和康复师会合,开始新一轮的训练。 从朱婷的这番表态来看,她肯定没有移民欧洲,如果真的移民了,完全没有必要专程跑到北轮,看望教练和队友,而且朱婷还跟蔡斌有过交流,所以朱婷接下来将前往西班牙进行治疗,蔡斌是完全知情的。 虽然蔡斌没有公开发声,但至少也是默许了朱婷前往西班牙治疗,同时朱婷不回国家队的原因也正式揭晓了。 那就是,手腕还没有完全恢复,不然也不会大老远跑到西班牙去求医,这说明了朱婷还没有完全恢复,还达不到国家队的训练要求,同时也可以知道朱婷跟蔡斌,以及队友的关系还不错,并没有像外界传言的那样,朱婷和蔡斌有矛盾。 此外,朱婷还祝福中国女排能够在第一时间拿到奥运门票,最后朱婷还留下了四个字期待来年,也就是说,朱婷明年还是有可能回到国家队,只要中国女排拿到奥运资格,朱婷就是大概率回归。 朱婷不参加奥运会和亚运会,蔡斌和教练组就需要提前做好困难准备,就以目前的情况来看,中国女排还是有很大的几率拿到奥运资格,即便不能通过奥运资拿到,也应该可以依靠世界排名晋级。 至于亚运会,中国女排的主要对手是日本女排。 泰国女排以及韩国女排正常发挥的话,中国女排夺取冠军的几率还是很大,但需要避免意外情况。